为了要落实部落主体性 秀林村咕噜部落在小太阳关怀协会召开112年第二次部落会议 而咕噜部落会议主席徐美玲以及秀林村长周贤德 秀林乡公所殡葬所长何文忠 经过秀林乡公所生命理所说明那谷墙设置之后 族人们则是全力支持在秀林村设置那谷墙设施 为了落实部落主体性 秀林村咕噜部落会议在小太阳关怀协会召开112年度第二次部落会议 咕噜部落主席徐美玲 秀林村长周贤德 秀林乡公所生命理所所长何文忠 秀林部落会主席独弩 咕噜部落社会主长何云和 秀林部落社会主长钟义明 亚宁顾问曾经同一同来关心会议进行 咕噜部落主席徐美玲表示 目前部落满仗的议题非常严重 而目前关于秀林部落那谷墙议题 大老师与秀林部落已经通过了 所以今天的部落会议希望能够完成 多数很勇严 没有什么复杂的意见 针对我们今天部落会议的议题来产生全数同意 同意给公所的意见纳入我们兴建那股墙的议题 所以我们部落的村民都非常的乐意 非常的赞成 非常的高兴 能够以后我们以后的买账的地方 以后回家的地方 所以说他们一直坚持同意到今天圆满的会议成功 经过会议讨论与秀林乡公所成方课说明之后 最终咕噜部落主席们全数通过秀林乡公所在秀林村既有的目的 建置秀林村的那股墙 秀林乡公所也会在近期针对那股墙设计进行说明 最快明年完成发报程序 后年坚持完成 期盼能够尽数建置秀林村那股墙设施 解决部落满仗的问题 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